台灣選手再度揚名國際 兩年一度的世界甜點藝術大賽 進入在法國 巴黎舉行 台灣代表隊選手王嘉誠 同一進 從十四隊中脫穎而出 拿下相當於第四名的最佳團隊精神獎 能夠拿到這個最佳團體獎 我非常非常開心 但我覺得自己已經拿出自己最高的表現 也成長了很多 整個是很開心 因為可以拿台灣的國旗 在這樣子的一個全世界的一個 全球性的比賽當中得到民視是非常開心的 那其實我希望可以回台灣之後 給更多年輕的選手 去如何教他如何得到更多比賽的分數 這樣子我覺得 我們在台灣甜點界才會越來越好 這次比賽規定 一男一女兩位選手必須在兩天二十小時內 完成七項指定項目 包括拉糖 巧克力 咖啡風味蛋糕 冰淇淋蛋糕 以及磐式甜點等等 談到備賽的心路歷程 王嘉誠指著自己燙傷的手說 做糖 巧克力都必須高溫塑形 製作過程中常被燙到卻又不能鬆手 而同一進原本是助手的角色 卻臨為壽命接下選手任務 穩定的表現也讓評審給予高度讚賞 我們自己的選手的一個抗壓的精神 還有一個態度 然後還有對產品的發想 然後還有產品如何的完整性 然後把它完成 然後如何替自己的目標取得一個更大的一個成就 台灣隊教練露露表示 這次代表隊出賽前透過募資平台進行群眾募資 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選手在出賽前就被大家關注到 而最後募得超過140萬元 比預期的20萬多了許多 教練感謝的說選手有機會上場打仗 榮耀是所有人支持得來的 我想先感謝所有募資的朋友們的支持 因為我的感受是你們在沒有求回報的狀態下 給了我們很多的支持跟鼓勵 至於選手的部分我覺得募資的這些款項 我會希望說是讓每一個選手可以離他的夢想近一點 然後離金牌近一點 而不是把每一次出賽都當作說你一定要拿金牌 我們才要支持你 這次比賽冠軍隊為地主法國獲得 日本馬來西亞摘下銀牌和銅牌